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忙碌的你可能忽视了眼前的风景 终日的行走可能忘记了每一步都是历程 当一本书 一句诗让你找到了心灵的驿站 从此 诗词引领着步伐 旅行更具诗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服 在这新春衣食的佳节里 让我们跟着诗词去找寻那份属于深于心的旅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文化专家来做客 一起品味诗词 畅聊年俗 让诗词引领步伐 让旅行更有诗意 大家好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 新春特别节目 书本中的诗词 今天又是两位老朋友 中南大学的杨宇老师 还有民俗专家楼旭老师 又见面了 两位老师是常客了 所以说肯定知道我们节目有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又好吃又好玩 对了 咱们不能光聊啊 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铜锅涮肉 真的 那么直接去吧 在里面正准备着呢 一会准备好了 咱们就移步到屋里 那么快点聊 快点聊 快点聊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就是大过年的几个朋友聚在一块 吃着火锅 唱着歌 对 是吧 这个消遣活动特别多 我不知道古人是不是也有这么多消遣活动 从春节开始 踏雪寻梅附施 对 元宵节就是试灯 放灯 关灯 对吧 其实在这个过去冬天 比如说这个季节 我们北京呢 其实已经开放 冰场了 北海不仅开放了冰场 而且搞起了巴齐的冰夕的表演 哎呦 这个冰夕表演其实是一个 在清朝是个传统项目 每年的这个腊月 大概是腊月出八前后 那么皇帝会到这个西元冰场上 看巴齐子弟的这个冰夕表演 这个冰夕表演呢 到了乾隆时期 甚至把它上升成一种国俗 也就是一种军事训练项目 那么表演内容很热闹 比如在冰上 列队 列阵 各种各样的技巧 甚至就是花样滑冰 然后有这种采门 门上有这种专门做的这种采球 然后士兵滑过去以后 回身一箭 那个箭是在响的 射中了以后有奖赏 现在就是冬天还有这个雪橇 滑雪 这一类的冰上活动 对 冰上活动 甚至是进入奥运项目了 对对对 但是古人他们大多数的消遣活动 其实跟自然季节的变化有关系 其实最丰富的可能就是春天到清明寒时前后 你想拔河 荡秋千 然后豆草 豆茶等等 这个时候都开始了 苏氏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蝶脸花 墙里秋千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你看那个 他经过墙外的行人 听到了墙里面的女孩子荡秋千的笑容 他都会想象出那幅动人的画面 特别有画面感 对 他其实没有亲眼看见 就是那种想象当中的画面 其实反而生发出那样一种 特别浪漫的一种美感 对 这个说起这个秋千挺有意思 秋千过去的这个贵中女子很 她是大门不出外 二门不外 尤其是家里头条件非常好的 有花园的 对吧 那么那时候荡荡秋千 可能是最好的娱乐 现在很多女孩子看到秋千 还很兴奋 是 而且古人你想想看 他们觉得那个女子荡秋千 本身就是很美的一个风景画 因为他们春天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 穿得比较轻薄 然后 翩翩起舞 对 秋千一荡起来的时候 随风飘扬 很轻昂 很轻昂飘扬的感觉 对 然后柳枝也是这样轻轻地扶过 可能还伴随着杏花雨啊 那种感觉就是人和自然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特别美 您说的呢 这个大概都是一些民间女子 或者说英识人家的女子 后宫女子也可以这样做 后宫女子条件太差了 是吗 我们现在这么讲啊 在咱们紫禁城里头 皇宫里头确实有过秋千 但是呢 你说秋千在哪 它并不是在御花园里头 它是在一个宫殿的门廊里头 就像这样的廊里头 藏着的 它不是藏着的 这还是在清末 或者说是小朝廷年代 也就是说 清朝已经结束了 但是小皇帝和小皇妃们 还住在宫里的时候 宛容住的那个宫殿 他呢有一些想法 辉绝小了 他在自己的那个宫殿的门廊下 装了两组鞦韆 很小 但是已经是打破了 整个皇家的 以前的这种生活惯例了 可能清朝的宫殷 相对比较小气一点 对对 唐朝的宫殷 因为它比较富裕嘛 对 然后又比较开放 所以这个年代啊 很重要 对吧 唐代是一个非常非常 风气 开放的 对对 风气 跟风气都很区别 还有后来就是到七夕 可以穿真奇巧 对 对 然后到重阳节 灯高 怕秋 对 正好咱们秋天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都下来了 是的 有秋云 风收的季节嘛 好吃的有了 对对对 对吧 对 然后菊花 菊花 都也是 菊花 然后灯高 对 一说到灯高 不得不提一对旅友 李白和杜甫 对 这两个 这一对旅友 都喜欢灯高 你想李白是 五月寻仙不辞远 一生后入名山游 杜甫也是在他誓词中记载了很多 所以我们的出门旅行团呢 专门也去到了一个 他人生中 应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次灯高的地方 叫凤姐 那首著名的被誉为是七言律的第一 就是写的凤姐 是 咱们去看看 好 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生中 多次灯临高处 并复诗记录 其中有两字最为著名 在凤姐的这一次 当时五十六岁的杜甫 面对凤姐的这座 并不算雄壮高显的小山坡 紧紧登至半山腰 便已气喘吁吁 他急目远眺 怅然叹息 或许 这就是他此生 所能登到的最高处了 于是才写下了 风急天高 元孝哀 主亲沙白 鸟飞回 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 常做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 艰难苦恨 凡霜病 潦倒心庭 灼酒杯 而另一次是在泰山 那时 杜甫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挥笔写下 代宗浮如河 其鲁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歌昏晓 荡胸生层云 绝字入归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其实你看他两次登高 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 你看泰山是 齐鲁清未了 泰山是横跨 那个时候的齐鲁两国嘛 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凤杰 他的登高看到的就是 非常具有 奎州 凤杰地势特点的 风急天高 元孝哀 对 这个三峡两岸的 那个原声很有名 米白不也是 两岸原声提不住吗 然后就是不进长江 滚滚来 这也是奎州看到的 一个非常 有特色的一个景致 对 然后还有季节 其实他这也是 重阳节前后的登高 所以他才会有那种 悲秋之感 万里悲秋 常做客 是 就那样一种感觉 所以从这个 一览众山小 到无边落幕 萧萧下 中间大概是 隔了三十来年的时间 没错 心境完全不同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场呢 就有一些孩子说 哎呀 是不是因为杜甫那会儿 医生都太穷了 所以穷困潦倒 吃不饱 所以他就变成 这样的心境 或者说他可能年迈了 是吧 他的心境也大有不同 不过在现场 萧曼老师给出了 非常详尽的解释 咱们看看 好 为了更加深刻地体会 诗人当年的心境 书本旅行团 沿着诗人杜甫的脚步 登上了杜甫当年 登过的白地山 站到了杜甫 极目远眺的山腰上 咱们现在爬到这儿 累不累 不累 那咱们想象一下 杜甫当年 为什么爬到这儿 就不再往上爬了呢 他是没吃饱 没有力气了嘛 你是这么想的 杜甫当年在奎州 他的生活怎么样 杜甫能吃饱 其实杜甫一辈子 有好多时候 确实有点吃不饱 但是杜甫一辈子 有一个很难得的 安顿的时光 就是在咱们奎州 当时这个奎州的主政者 叫做百茂林 很善待杜甫 给他搬家 一次一次搬到 更好的地方 然后呢 给他逼 他有这个稻田 有果园 冯曼老师 我们现在还能看见 杜甫的果园吗 杜甫那菊园呢 现在肯定是看不见了 但是现在凤姐 有的是什么呀 有的是 漫山遍野的城市呀 齐城 没错 今天你们都是 我的小客人 所以我给大家 准备了一点齐城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尝尝 太好了 走 你们也好好吃 看看当年杜甫能吃到的味道 你们尝一尝什么味道 跟大家说一说 美味鸽头 知多爽口 没错 非常多的汁水 古人为什么总是爱 登高富士啊 因为心胸就开阔了 当你关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 你想的不免就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 但是你看一旦登高之后 你看登高壮观天地间 对不对 这是李白的诗嘛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王王去不还 那杜甫那时候也是啊 登高壮观天地的 所有的事情都涌上心头了 涌上心头看到什么 国破家王啊 所以不免悲从中来 这就是这个诗的基调 杜甫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登高 写过一首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那时候写下的诗 好像并不是现在这种登高 那当然了 那时候还是开源盛世嘛 而且杜甫也是年轻啊 觉得未来是无限的呀 国家也正是最好的时候 他的人生也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遇到任何小小的挫折 都觉得这是很快就能过去的事情 就像你看登太山 也会遇到艰难险阻啊 但是他说这不要紧 我一定能登到顶峰 然后万山都踩在我的脚下 可是到老年到奎州的时候 你看爬这么一座小山 他已经觉得很艰难了 真的是啊 而且心境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这个杜甫是经历了 唐由盛到衰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心境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这也就说明其实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围录夜话 吃着火锅唱着歌 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国家 强盛的国家 和平的国家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种幸福感 安定感 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杜甫其实从成都的 这一段快乐生活之后 他到了这个奎州 当地人还戏称他为菊官 对 对吧 他在成都之后呢 在奎州 他的待的时间比较短 比成都要短 大概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 当地的官员也是既欣赏 佩服杜甫 当然也很同情他的这样一种流浪啊 所以让他去代管了 菊园 菊园 还给他积百姆公田 让他管 所以拿着一定的这个薪水 有点工资 对对对 就一家人可以不用饿肚子了 对 所以奎州的这个生活期间 又是他在成都之后的 又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 没错 所以我说奎州不仅仅是地势高啊 他这个对文化产出也高啊 对 在这个地方杜甫创作的这个 这个您说的创作量 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对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首灯高 无边落幕消消 下不进长江滚滚来 然后给他带来一些 相对比较安定生活的 此邦千数菊 就讲到了这个地方盛产菊 对而且菊南方是 很多地方都盛产 巴蜀之地是这样 然后湖南也是这样 但是到了北方就没有菊 所以我们说菊生淮南则为菊 菊生淮北则为止 对 所以我想杜甫来到奎州这样的地方 他其实也感受到了地方风物的不同 没错 带来的这样一种心灵的一种激荡 对 哎呀 说了这么多了 咱们的火锅是不是也准备好了 咱们进去边聊边说 好的 走吧 哎呀 最喜欢的菊力 最喜欢的菊 来来来来 两位 两位先 你看杨拉尔多高兴 对啊 风起来了 小火 好丰盛啊 一二三 真好 这个小料其实各地 这是芝麻酱 这是北方的 没错 这个是香油 香油和蚝油 这应该是偏南方的 就川式火锅 川式火锅 包括这个 嘿 蒜 蒜泥 敬请加小料 咱们就开始吃吧 好的 其实有一个锅 然后有火的感觉 这个棉味 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而且特别是围在一起 大家团团圆圆的 是的 杨老师等不及了 我的肉 你们在那边聊 对呀 肉不能煮老了 我觉得这个 过年吃火锅的 这个韵意特别好 嗯 锅本身就是圆的嘛 团团圆圆的 然后水又一直在沸腾 一直沸腾 对 沸热闹 很红火的感觉 很喜庆的感觉 特别温暖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宫里也吃火锅吗 这么说吧 宫里的这个菜式 好像感觉大家老觉得 有什么满汉圈席啊 对呀 各种各样的 特别丰盛 特别美味的吃事啊 其实真的不错 他的菜式应该很多 比如说皇帝前呢 可能几十到上百道菜 但是呢 以蒸煮为主 可能从银行上讲不错 但是味道上 未必真的好 另外像这种火锅呢 宫里头有类似于火锅的 那皇帝自己算吗 那肯定不可能 那像我们这种 热热闹闹的围在一起 涮锅子这种事情 您觉得皇帝可以这么来吗 但是他不做 哪来的这个吃火锅的氛围 他旁边有服侍的太近嘛 也没有 其实这样 他的那种火锅呢 像一盆暖锅 也就是说 他在这种菜式上 他是可以在这里头加热 保持它的温度 但是不会像我们这样的 把生的东西放进去 涮熟了再去吃 就会让他们吃的风格 对吧 所以在皇帝 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有很大的宴会 尤其他会有 宗亲宴 把自己跟嫔妃啊 或者说跟太后 他们先一块吃饭 那种机会 他们带上机会 也不是像我们这么热闹 围在一个炉子前 围在一个桌子前 都吃 各吃乐的 皇帝前呢 分餐制 然后每两个人 可能坐一台小桌前头 然后摆上什么菜 还有成菜 但是就真的没有 我们这种吃的这种心情 没错 那种温暖 那种交流 少了很多乐趣 对对对 确实也就是一种排场 吃的甚至都凉 行事大于内容 行事大于内容 吃的是一种仪式 它不是一种自在 对 所以像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皇帝享受不到 嗯 快 咱们吃着说 我突然想起一首网红诗 不是我写的 是白君寓写的 一旦吃火锅的时候 或者是一旦下雪 因为下雪我们常常要吃火锅了 外面飘着雪 里面涮着锅 对那种冷和热的那种对比 然后我们一说这个网红诗 你们肯定想起来了 绿以心配酒 红泥小火 外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虽然这首是写的是温酒 那个小火炉主要是来温酒的 但是那种营造的那种 热气腾腾的 热情亲密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好吧 我们就拿橙汁带酒吧 来 绿以心配酒 是 热闹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也用这杯橙汁 祝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祝各位蒸蒸日上 火火火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